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来分享我怎样upgrade我老公 在还没上健康体系的时候 我老公不聆听我 不体贴也不温柔 当我上了这个体系之后 我问老师 老师要怎样upgrade我老公呢 老师说 你每次不是有去老人业吗 就回向给你老公吧 我想 啊 可以回向给老公 upgrade老公的 那样是啊 然后 然后我就start 就一直去老人业 一个月去两三次 然后我去那边陪伴他 然后 就是唱歌给他们听 跳舞给他们看 陪他聊天 他们也很高兴 我也先自带了我的松胞胎去 陪伴他们 然后 我就回到家 就咖啡冥想 再回想 给我老公 几个月过去了 我也看到我老公慢慢的改变 他变得比较温柔 比较体贴 也比较关心 因为他是一个巴士司机 没什么时间 所以早上的时间 他一有空 他就会打电话给我 带我去吃早餐 然后去 就是去马来西亚 带游客去吃榴莲的时候 都会买回来给我们吃 但是 限制去瑜伽 他也会慢慢的 载我去 每个 就是读书会的瑜伽 拜一 拜三 拜六 礼拜天 限制 还有 就是 读书会 就是我真的有看到我老公改变 所以我也会继续的去老人院 因为我也希望我老公继续的爱我 陪伴我 还有体贴 关心我 谢谢